去闻 你知道世界上最凶鸟类是什么 就是传说中石火鸡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鸵鸟的鸟类可不是鸵鸟 而是赫鸵 大多数人都叫它石火鸡 石火鸡主要栖息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等地区 从体型来讲 它们在繁多的鸟类当中排行第三 身高可以达到1米7 体重在70公斤左右 不少鸟类雌雄分辨 从外在的羽毛上就可以看出较大差别 但这种鸟雌雄并没有太大区别 雌鸟在体型上稍占优势 赫鸵在外形上还有一个亮点 那就是它的脖子下的红领带 其实是它的脖子下边有两片比较鲜红的肉 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 搭配它硕大的体型 颇有几分大boss的感觉 也正是这两片鲜红的肉 让人们觉得像是没有燃烧完的火焰 因此石火鸡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是体型偏大的缘故 所以就连头顶上的鸟关都比普通的鸟大许多 此外 它的鸟关可不是普通鸟类肉质软绵绵的 而是骨质结构 这可是它们捕食的好帮手 当它们需要吸引猎物注意 并将它们引出来时 就会用这个骨质的鸟关敲打出巨响 在猎物受到惊吓逃出来时 它们就会快速将猎物咬在口中 迅速解决掉 在战斗中最为厉害的武器 当属它的三个脚趾 和另一个体型庞大的动物 美洲鸵鸟一样 内侧脚趾又长又尖 锋利程度不亚于匕首 正因为有着战斗力如此强的脚趾 和强健有力的腿 它可以轻而易举地 让狗或者马丧溺于它的脚下 甚至就连人类的内脏 也可以被其一脚勾出 这可不是威严耸听 之前国外就曾报道 赫驼曾经穿透过人的身体 而且有人曾丧命于它的脚下 在2007年 它被列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中的最危险